四件事 第一件 胡茂 第二件 学生一动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马总统 四件事 我们自己 胡茂 我要讲的第一句话是 没有人有资格说 我不喜欢胡茂 我就不要胡茂 同样的 也没有人有资格说 我喜欢胡茂 我就一定要胡茂 毕竟不够程序正义 硬加在我们头上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本来这个事情是可以好好讨论的 是一个本来对台湾的前途 我们是理性的分析 研究 找出到底这个社会 怎么样能够利用到它最好的地方 以及避免它最大的风险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一直用黑箱作业 违反程序正义 使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来到今天 变成必须要对立的来面对这个问题 必须要我们讲出反福茂这样的口号 这一切的责任必须要回到我们的政府 尤其是英九马总统身上 谈到程序正义 谈到黑箱 到今天 马总统都不承认有黑箱 我们让他看一看 他自己在四年前 2010年 在跟蔡英文辩论EGFA的时候 他是怎么讲的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 胡帽只是一个开头小小的 协议 然后 接下来是英六川的协议 然后英六川要好好的谈判 现在看看当时他是怎么讲的 他是由海基会跟海协会这两个单位来签 等着尊严 对等跟互惠的原则 每一次正式协商的前后 都会向立法院报告 并且对外说明协商的进度 协议签出以后 一定会受立法院审议 要通过之后才会生效 有 他讲 他有没有讲说 协商协议开始前要 让立法院知道 有 他有没有说每个程序要报告立法院 有 他有没有说协议前进之后 要来有没有要审讯立法院来审议 有 有没有说审议通过周常的生效 有 有 现在 是谁 竟然在整个的立法委员 包括他们自己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没有一个人知道 王建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去年在6月21号竟然签销了两个协议 我们看一看接下来的报纸上是怎么反应 他们一直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不是自由时报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导 这怎么讲的 他们自己同事党的立法委员发报王金平 被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一看下一张 翻证片 在去年9月中的时候 国民党的立法院的书记团 书记长赖斯堡 他在交接电理上 我先讲一下 他在去年交接电理之前 亲口跟我讲 他们每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因为 这个行政部门把他满在鼓里耳心里是叉叉叉叉 然后我们再看他正式在这个交接那天讲了什么 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意思念出来 但是不得已我们念他一下 他说行政部门就在上游拉屎 然后叫他们立法委员在底下收拾 还怪他们查死的姿势不漂亮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到现在都不给成了黑箱谈判 黑箱谈判